脸部的保养品是不能省的 尤其要对自己好 因为脸真的坏了 就真的没救了 各位自由时报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方方方 好久不见了 其实大概19岁开始就进入演艺圈 那一直不停地工作了 连续工作了25年 那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一直有心想要回馈这个圈子 回馈这个社会 那刚好有这个机会 也非常荣幸接下了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女士长的工作 那可以照顾很多资深的艺人 可以照顾很多弱势团体 独居老人以及智能障碍的孩童 这都是我自己想做的 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有体力的时候 我就愿意做 脸部的保养品是不能省的 尤其要对自己好 因为脸真的坏了 就真的没救了 那多贵的东西都要舍得 因为一定要对自己好 因为女人对一个家庭来讲是最重要的 你开心了 你漂亮了 你全家的气氛就会完全不同 绝对不可以对自己省 喜欢的东西只要不要太离谱 一定就要把它买下去 其实没有就是饿吧 我是最舍不得不吃的 可是就晚上 如果要减肥 晚上就尽量少吃 然后常常饿得就要头昏脑脏 我老公说 我说饿得头好昏 他说赶快吃 我说不行不行 赶快让自己昏过去这样 你也昏过去不能吃 我平常是喜欢打羽毛球 然后最近又增加了PILATE 我觉得我那筋骨实在太硬 我都跟那个老师讲 你不要太勉强我 我是一生傲骨 要拉开要一点时间 其实我也没有为爱及留永退 我结婚之后 大概四年我才生小孩 那怀孕之后我才停下来 那因为觉得小孩 小孩应该更需要一个全职妈妈吧 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 很难啊 我自己在挑选的时候 我当时选我老公的时候 我是看他身旁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他身旁的 什么样的朋友 他应该就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最真实的 那个时候我的观察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都想 一定要选有钱 一定要选最帅 那我觉得适合自己最重要 因为你要相伴一生 其实我没有觉得 是两个不同的家庭 要大家融合在一起 是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两个成长背景都不太一样 那不要试着想要改变别人 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太能改变 所以婚前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看得很清楚 那一定有一方要做一些妥协 了望的所有保养品 我觉得都不能缺少 它没有一样东西 目前是我可以挑剔的 出门我只要不使用它们的东西 我都觉得没有安全感 就好像出门没有穿得很漂亮 或者穿得很好 这个是我最害怕的 我觉得人生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一切蛋糕大家就要你许愿 其实我以前可能会想要 我的事业更好 老公要事业也更好 小孩也要更好 现在我不晓得 我就觉得疫情快点过去吧 然后大家都 我所有身旁的朋友家人 然后都平安健康 这是我最希望的 这位的钱 我是你 中天 oui 我 我 是 我不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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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